继续来关注2019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 昨天晚上打响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比赛当中 中国队0比3不抵伊朗队止步八强 也就此结束了本次亚洲杯之旅 赛后很多的国族队员累撒赛场 而主帅李皮也正式宣布离人 比赛开场不久 中国队就制造了威胁 豪俊领右路船中 无垒稍迈一步 被伊朗队后卫封堵 国族错失得分良机 而这也成为上半场中国队 为数不多的亮点 第十分钟 中国队在防守脚球时出现漏洞 索性这次政治门前就险 但在第十八分钟 后防的失误还是酿成了失球 伊朗队后场常传 冯潇婷没有机会化解危机 却在犹豫中 让身后的阿兹蒙把球抢走 并横传给无人盯防的塔雷米 后者轻松推射破门 第三十分钟 又是阿兹蒙成功抢断 随后突入禁区 缓过门将破门得手 国族0-2过后 一边再战 中国队的进攻有所起色 但后场失误仍在继续 这一次是严峻林 飞身扑出了对手的远射 商庭捕食阶段 中国队又犯了同样的错误 伊朗队后场常传 时刻且为失误 被塔雷米抢断 直塞给替补登场的 安萨·李法德 后者突入禁区推射破门 比分变成了3比0 中场哨响 国族结束本届亚洲杯征程 今年以39岁的国家队队长 郑志泪洒赛场 其实比赛我们可以输 但是我觉得用这种方式 我又有点不甘 我觉得今天 我们自己的失误太多了 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 主教练李皮直言在比赛中 出现重复的失误 实在不应该 李皮同时宣布 与中国队合同到期 将不再继续指教 我嘗嘗我的功夫 Cina magari con una sconfitta ma con una prestazione diversa. Grazie a tutti sarò sempre il tifo per la Cina